這個媒體的報導啦 高端至少我們剛剛提到嘛 5到8件的內線弊案也許會更多 那麼金管會也有9次 異常的交易紀錄是異常的 但是選後才會有動作 還被說是雷聲大雨一點小 感覺只是交差了事而已 要幫某個人 這個人剛好是陳建仁這個人 清理戰場 您認為有這個道理在嗎 分兩個面向 來討論陳建仁跟高端的衝擊 第一是如果你認為 陳建仁是傑格奎接定了的話 那這個案子呢 似乎就是說 確實在替他先掃雷啦 先把這個有可能 這個會爆掉的東西先掃掉 因為高端的 呃狀況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你不好交代啊 你不好交代的是說 陳建仁依然交代不過去的就是說 哎那這些當初你一開始就 說你要打高端 然後後來又不小心自己說漏嘴 說你打的是安慰劑啊 就他不是真的疫苗了啊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去拉抬了高端的聲望 聲量 以及你們在中間的操作 包括說怎麼樣用國家的預算 去護航高端 怎麼樣讓高端在種種的利多之下 把股價一路的上漲啊 甚至連他的母公司 這個其他的生技的合作廠商 都能夠雨露均沾 然後你們就很開心的 把綠油油啊 這個綠色的財團 綠油油們 都能夠綁在一起 然後 從高端獲利這麼高 好 就像王世堅講的 他漲到 每股要400多塊 也就是你在集中市場去買一張股票 是40幾萬啊 而他是從一張幾萬塊漲上來的 你這個中間 你是收割了多少韭菜啊 多少這個老百姓 辛辛苦苦存的錢 跟著你政府 跟著你陳建仁 跟民進黨的這個指示 去這個叫什麼 國產疫苗嗎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國產疫苗 他只是一個 現在證明了他是一個詐騙 他甚至是一個內線交易 然後檢察官已經在查了 陳建仁如果說你認為他會接隔魁 的話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有可能在幫他掃除一些 未爆彈 那 可是 不合邏輯 因為交代不過去啦 賣的 太多了 而且你民進黨裡面呢 牽扯出來就是說 其實大家陸陸續續的可以去看到有一些資料 就是說民進黨的立委也好 跟那些網軍頭也好 還有他們的那些貴婦團啊 大戶好朋友們嗎 在這個 一些Line的群組留言 我相信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一定也有 就這些去偵查了 那抓到多少證據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可能還要慢慢的等 這個檢方偵辦 跟這個交保起訴 之後 相關的人等 當然這個案子 可能你光要把相關的人做起訴 他也可以拖個三五年拖到民進黨下台之後 再來做真正的起訴 他現在交保之後呢 這個案子可以無限的Pending 可以放的很長 這可能也是抓著司法的人 也就是說蔡英文跟他的那些掌握司法的 包括 從法務部 從司法院 種種的行政法院等等的 他們可以去掌握 偵辦進度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乖的人 或是想跳船出賣蔡英文的人 你只要跟高端有關係 你現在就很緊張哦 所以說我剛剛說你要從兩個面向來想 第一個就是說這真的是 為了陳建仁當行政院長的話 他有可能是 在替他清除障礙 也就是說高端跟陳建仁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很密切啦 那現在 你另外一個比較合邏輯的事 抓著這個案子 跟讓他先認罪交保 這回事情 就會讓他所有扯在裡面的人 現在心驚膽跳 而你必須要輸成 一個司法案件 他可以集成很多政客 跟財團 還有不聽話的人 那你高端這個 當初已經幾乎是民進黨全黨的炒作運動 跟在那邊哄台 拉抬股價賺大錢 犧牲小老百姓 投資人的一個狀態哦 那你現在如果說 開始辦高端了 那他可以集中在 啊好 反正你高端拿了我政府那麼多錢 又作廢了這麼五百萬劑 你是這個大家現在仇恨的 鎖定對象 所以抓你 扣著你 甚至要讓你不敢講話 現在這個 不管是被鎖定的這個 董事長跟他的妹妹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啊 他們現在難道還有發言權嗎 啊 偵查不公開 的狀況下 然後你還被監控 你連聯絡都不敢聯絡 你為了怕這個案子不要再 扯出太多 然後讓你更難脫身 我跟你講 這些當事人跟這些大老闆 他們現在連自己該相信誰 都不知道 他只能去求 老大了 他的老大呢 當然就是必須要是透過 陳建仁 陳時中 這些人 再回去求蔡英文 高台貴手啊 拜託啊 我應該付出什麼代價啊 不要讓我失去自由啊 哦 那 一定 他們最清楚 律師會告訴他 不能亂講話 連出了庭 都一概要否認 好 這才是你安全下莊 跟活著花你的錢 的唯一 可能 好 所以說高端這個案件 我反而不認為說 他真的是為了 陳建仁 這個當不當隔魁 在做 其他的處理啦 我反而是認為 蔡英文的統治集團 又要再度利用司法的力量 來做他的加強內控 也就是說 在高端這個案件 可大可小哦 可大可小哦 如果連這個內線交易 他都可以說什麼 他是一天賣10張 然後連續賣了這麼多天 怎麼樣 拜託 手上有大量股權的 他去做 股票擔保 他去做股票的其他的 金融槓桿的操作 比單純的賣那一天賣那10張 賣那220張 總共 被抓到220張 划算太多 也這個可以獲利的更多了 甚至說他們 玩來玩去的 你說 種種的 金融操作了 我們不做其他的太多猜測 但是 金融操作裡面 有太多 比單純買賣股票 更容易獲利的狀況 我相信 很多人 玩股票的 或是 玩期貨槓桿的 一定比我懂太多了 我點到這裡 大家就已經想透很多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 高端的這個內線交易案 是 蔡英文的 執政團隊 跟他玩弄司法的整個熟練度 他在用這個權力 警告所有想跳船的人 警告所有想窩裡反的人 你最好 一張高端都沒有買賣過 要不然這個內線交易 檢察官清查一下通聯記錄 跟你們炒作 跟那時候帶風向 帶氛圍的 以及你們那些 貪圖利投的 立法委員 還有你們周圍的 綠友友 財團 大戶 貴婦們 你們在玩什麼 還想在 蔡英文 這個 不開心跟不順利的時候 在背後偷踩一腳嗎 不要鬧了 高端這個案件 就是掐著你的脖子 想跳船 給我試試看 所以大家 不要用 單一面向去光是想說 這是不是在幫 陳建仁在鋪路 或是清除障礙 或是陳建仁可能就此就完完了 陳建仁 要不要完完 是蔡英文一念之間 蔡英文如果真的只能讓他當 行政院長 蔡英文硬著頭皮也得讓他干 而高端這個案子呢 就一定會幫他埋得更妥當 那蔡英文在現在 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下 他一定會 就是說任何一種生物 一種動物 他在面對真正的這個 最危險的狀態之下 他會回到他的本性 他的本能跟他熟悉的 領域跟他的舒適圈裡面 去找認同感跟安全感 那蔡英文在現在這個狀況下 特別說他已經把高端叮出來了 他把高端這個案件叮出來 就代表說他已經 要把大家繼續扯著 就你們必須圍在我旁邊 就算有人這個開槍 你們也是我的人肉盾牌 蔡英文在玩這一塊 玩到這一塊的時候呢 他要用誰來當行政院長 他才會最有安全感 恐怕就不是陳建仁 因為陳建仁這個人 大家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當行政院長 記者只要問他一件事 說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 你之前在幫鄭運鵬 浮選的時候 說你是上帝還是神派你來的 這是哪一個上帝哪一個神 鄭運鵬沒有當選是事實 那你當初假神之名去幫鄭運鵬 這些政治神棍浮選 你這是哪一國的聖騎士 那陳建仁就會難看得不得了 光這麼一個問題 會從他當隔魁的第一天 跟到他最後一天 所以蔡英文現在會不會用陳建仁 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為蔡英文回到他自己的舒適圈 跟他熟悉的領域 他要用的人來保護他的 可能必須是另外一個 更知法玩法的人 顧力熊 我的觀察是怎樣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